上回说道,红豆得知大蛇丸回到木叶后,进入死亡森林一探究竟,顺着气息很快就找到了大蛇丸 面对这个自己曾经的老师,为了村子的安危,红豆也是毫不犹豫的就动起了手 反观大蛇丸就很热情,伸出舌头就要和红豆来一场舌吻 红豆向后跳出巴掌远,但还是没能躲开,被舌头死死的缠住 随即便伸出左手,用出大蛇丸传授给他的牵引蛇手 只见四条蛇飞出咬住大蛇丸,然后他用力一拉,把大蛇丸甩到了身后的树上 接着冲到他面前和他食指向后,用苦物把他俩的手钉在了树上 然后借用大蛇丸的另一只手,就要用出双蛇相杀,打算和他同归于尽 这时背后传来了大蛇丸的声音,随即大蛇丸出现在红豆的身后 在看面前这个只是一个替身,大蛇丸单手结印,一声大喝,红豆就变得无法动弹 在红豆的军位下,大蛇丸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在村子里优秀人的身上埋下他的印记 这个印记红豆脖子上也有一个,中了这个骤印的人村活力很低,只有十分之一 但是大蛇丸很确信,那个孩子能活下来 毕竟他可是继承与之波异族能力的少年,还说他很适合当自己的容器 走之前大蛇丸告诉红豆,不要终止考试,自己和手下会在这里好好玩 如果红豆敢夺走他的乐子,那么末夜的末日就要来了 说完就消失在了原地,另一边,小李三人正在商量着作战策略 宁次说三人分开进行侦查,然后再回来会合 随后三人就去往了不同的地方 小李在侦查途中,救下了一只被绑了起爆符的松鼠 宁次则遇到了躲在草里的陆安小队 从草里出来的陆安他们,认为他们三个打不过宁次 为了避免开战,就开始疯狂拍起了马屁 哎呀,这不是去年的第一新人日向宁次大人吗? 好想要他的签名啊! 景也也用起了美人计,在宁次面前搔手弄姿 宁次说了一句快滚,然后转身就走了 表示自己对他们这么弱的人没有兴趣 三人一听就开开心心的又跳回了草丛里 此时的佐助和明人因为与大蛇丸一战都还处于昏迷状态 小鹰在身边细心的照顾着他们 中途小鹰还做了个噩梦,梦到明人和佐助都醒了过来 正在开心时,大蛇丸又杀了回来 然而他想提醒佐助他们,却怎么也发不出声 然后就被吓醒了 还在庆幸虚惊一场时,就出现了三个阴忍 他们正是大蛇丸的手下 大蛇丸派他们来杀掉佐助 随后三人一跃而起,发起进攻 小鹰启动了视线布置下的陷阱 却被三人中的托斯轻松毁掉 危机关头,只见一个绿色身影出现 接连三个回旋梯阻止了他们 此人正是浓眉小李 小鹰对小李的出现表示很诧异 按说现在他们应该是敌人才对 焦李说道 我说过,我到死都会保护你的 听到此话,小鹰也不知道说啥 就说了声谢谢 一句谢谢就把小李给激动哭了 这时托斯也不废话 一个大跳朝小李冲了过去 小李来了一招空手拽大树 挡下了他的攻击 随后小李解开了手上的绷带 准备要开始反击 托斯再次冲了上去 只见小李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然后一脚把他拆到空中 紧接着单手撑地 瞬间又出现在他身后 小李表示还没有完 随即用绷带将托斯死死缠住 快速旋转着朝地面冲去 这一招正是当初他要对左柱用的表莲花 仰看托斯就要白给 另一个阴忍萨克 赶紧把手插进了土里 栽进土里的托斯竟然豪化无伤 从土里出来后 托斯开始了反击 这时小李因为刚才那一招 身体还没缓过来 勉勉强抢后退 才躲过了他这一拳 然而躲过了拳头的小李 却突然摊在地上 耳朵流出了咸血 托斯解释道 他手上这个 是通过振动发出声音的装置 即便是躲过了他的拳头 但还是会被声音攻击到 然后就会失去平衡 身体暂时不受控制 一旁的萨克也开始了解说 说他能够操控声波和气压 刚才就是将空气输送到地面 把土变得像气垫一样 才救下的托斯 接下来托斯绕过小李 直接攻下了小鹰 小李冲过去 想要施展木叶旋风 然而身体还没有恢复 托斯轻松挡掉后 又是一波声波攻击 小李背着声波震的嗷嗷叫 然后瘫倒在地 无法再动 小鹰尝试着扔出几发手里剑 自然是毫无作用 接着阴忍三忍中的金 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 萨克则缓缓走向左柱 就要对他下手 被抓住头发的小鹰 想到这段时间 自己一直站在别人的身后 不管是左柱名人还是小李 他们都在拼命的战斗保护着自己 而这一次他也要保护他们 然后逃出苦无 割断了自己的头发 接着站起身双手结印 金对着小鹰一刀捅了过去 被他用替身术躲开 小鹰掉头出向萨克并扔出几发苦无 萨克一抬手 发动了气波攻击 小鹰再次用替身术躲开 下一秒 他又出现在萨克的上方 萨克轻笑一声 觉得他肯定又要替身 扔出几发苦无后 开始寻找他的真身 然而小鹰却用肉身挡下了萨克的苦无 然后逃出苦无 朝着他刺了下去 并用嘴咬住了他的胳膊 萨克狠狠地挤拳 把小鹰打到了一边 此时的萨克彻底被激怒 就要对小鹰痛下杀手 突然出现了三个人 挡在了小鹰面前 小鹰一看是鲁丸小队 萨克是被硬拽出来的 本来不想打 却被萨克的一具肥猪给激怒了 瞬间给自己身体充满了气 随后头和四肢钻进了身体里 一招肉弹战车 冲着阴忍三人转了过去 萨克发起气波将他拦下 萨克又弹到空中 朝他砸了下去 鲁丸发动影子模仿术 控制住了托斯 让他和自己比起了心 紧跟着鲁丸双手结印 对着鲁施展了心转身之处 伴随着嗡的一声 鲁丸就昏倒在了鹿丸的怀里 随后只见鲁拿出骨 对着托斯他们说道 交出卷轴然后离开这里 要不然就要杀死这个鲁 原来是鲁丸的精神意识 进入了他的身体 然而却见萨克和托斯邪魅一笑 随即萨克抬起手 对着鲁的身体发了一个气波 鲁丝的肉球滚来挡下了这一击 但是鲁的身体还是被震飞了出去 众人都是一惊 这人居然会对自己的同伴下手 这时鲁丸的影子模仿术也到了极限 托斯看着嘴角流血的鲁丸分析出 他的精神占据别人的身体后 本体也会跟着对方的身体一起受到伤害 那么只要杀死鲁 鲁丸也一定会死 得出此结论后 萨克抬起手就要杀死鲁 这时宁斯和天天突然出现 就在宁斯瞪起白眼要出手相助时 他感知到一股强大的查克拉 只见躺在地上的佐助身上散发着紫色的查克拉 此时昏迷中的他 看到了当年自己父母被害时的场景 对面站着的是幼年的他 哭着说是因为自己没有力量 才导致父母被杀的 然后缓缓抬起头又说 只要有力量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然后撕开了自己的脸 露出了大蛇丸的眼睛 下一秒佐助从地上站了起来 四周围绕着恐怖的紫色查克拉 黑色的皱印也固满了半个身子 感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后 佐助表示这感觉真的太棒了 见到这状况 露完赶紧让景也解除了忍数 然后叫钉刺一起又躲了起来 这时不知死活的萨克 对着佐助就吹起了气波 大风过后 地上已经不见了佐助的人影 随后佐助毫发无伤的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拳把他打出了巴掌远 然后双手快速结印对着他吹起火球 萨克抬起手吹散了火球 却发现火球里还藏着手里剑 罗闪不及被刺的嗷嗷叫 紧接着佐助突然出现在他身下 仅用一招就将他踩在了脚下 这时佐助邪魅一笑 手脚同时用力废掉了萨克的胳膊 随后转身向托斯走去 看着朝自己走来的佐助 托斯吓得浑身发抖 小鹰看着佐助的背影 觉得这已经不是他认识的佐助了 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了大蛇丸的影子 赶紧起身跑过去 一把抱住他让他停手 看着哭泣的小鹰 佐助身上的皱印慢慢退去 随后气喘吁吁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托斯知道自己打不过佐助 就交出了自己手上的卷轴 说自己有件事要去确认一下 如果考试中能再次相遇的话 自己绝对不再退缩 说完后 带着昏迷的另外两人转身要走 小鹰叫住他 为他大蛇丸究竟是什么人 他到底对佐助做了什么 又为什么一定要选佐助 托斯回答说 不知道 他只是受了大蛇丸的命令杀掉佐助 其实他也正是想要去弄清楚 为什么大蛇丸一边让自己杀掉佐助 一边又给佐助种下咒印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 лаг 优 Prezed 优 优 司会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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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cked 优 refuse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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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滚 优 好 优 ró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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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优 那 Θ 我的狂…… 优 他优 stitch 來 优 优 优 taman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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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ünden